你好我是Johnny 今天的主题是勇士战争新失误二连发 球队输灰狼 忽认胜率再次跌破五成 没有皇上真的比较好吗? 先来关心通往者 有对一个Damian Lear硬伤的关系 所以本季提前关机 这个部分可以理解 因为本季通往者要打进副价材的难度太高了 所以让Damian Lear休息 进而为下个赛季而准备 这样的做法当然没有问题 另外球队中有四位封线球员的合约都到了 特别是Gran,Cybel,Tan Radish 再加上Justin Winslow 所以西装组在球季末的最后几场比赛里 也要观察哪几位球员是必须要留下的球员 毕竟目前的NBA不但是大三分时代 同时也是封线为主的时代 好像是通往者的部分 好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 也请各位帮我的影片按个赞 你的鼓励是我们做影片最大的动力 另外我的IG是JohnnyTalk 中间两个底线 还没追踪的朋友也记得帮我追踪一下 感谢您 接着我们来关心西区副驾赛 独行侠在今天败给黄凤队之后 目前球队的战绩为36胜39败 还在西区第11名 球队也不但吞下近期的4连败 同时独行侠在最近10场比赛中只拿下3胜 所以排名的部分也从西区中段班一路掉到第11名 更麻烦的是这次球队在最近的状况非常多 除了对勇士的比赛中有一次防守失误之外 日前球队在输球之后 Pyreiving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直接跟球迷开枪 Pyreiving表示如果球迷认为他们可以打得比球员好 那么请他上场 另外Lukas Dantic虽然在今天出手的29次攻下40分 可是他也因为得到第16次技术犯规 因此可能会被禁塞一场 这个部分还要再看联盟最后会不会取消 再加上目前独行侠在防守端上出了很大的问题 不但连续次场比赛的10分都在110分以上 另外像这个回合 球员连去干扰的动作都没有 这已经变成是球员心态的问题了 也就是防守端非常消极 更别提两位主力球员Lukas Dantic虽以及Carrie Evans身上都有伤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不管今年有没有打进附加赛或者是季后赛 球队都应该把重心放在修赛季 不只是阵容的问题而已 实际上换总教练应该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接着来关心勇士队辉狼 勇士球迷非常喜欢的小佩腾终于上场了 这对勇士来说当然是好消息 毕竟正宗包括Wiggins跟Egudada两位防守比较优秀的球员 目前都无法上场 虽然小佩腾的身高只有6'2' 可是他单点的防守能力非常好 去年季后赛就是最好的证明 另外今天上的比赛 广场队的KT在进去要打点Green 身高6'2的小佩腾也扒了KT一个火锅 所以他的回归对勇士来说觉得是好消息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今天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都非常重要 因为赛前本季双方交手三场 勇士队是拿下两胜一败 这代表意思是如果勇士今天可以拿下胜利的话 那么勇士队就会有责对战优势 换句话说目前排在西区第七的灰狼 要超越勇士的难度就会变高 实际上勇士队是有机会拿下这样比赛胜利的 不过关键时刻球队发生了两次失误 一次是Green 一次是Jordan Paul 第四节最后16秒 当时勇士队领先对手1分 Kerry切入对手防守内缩 所以Kerry把球回给Green 可是Green接下来要存球的失诱太大意了 因为对手已经扑上来了 更麻烦的是这一次失误 也让KT投进了一颗超前比输的3分球 结果来Jordan Paul这个回合 拿到球的时候比赛时间剩下9秒左右 让华兄弟都被对手手死 所以Jordan Paul自己常常试运球 不过老家麦康里守得非常好 比得Jordan Paul只能选择传球 这里要注意的是 其实McDaniels手Kerry也守得非常好 最终也让Jordan Paul发生一次传球失误 球迷如果有影响的话 日前灰狼队督心下的比赛 关键时刻也是McDaniels的防守 帮助球队拿下一场胜利 中场勇士队是以96比99 在主场输掉一场不该输的比赛 目前勇士队战绩为39勝37败 冠队则是38勝37败 对勇士队还是排在西区第六 不过领先换队只有0.5场 更重要的是勇士队失去的对战优势 本季双方交走4场 各自拿下2胜 另一点更重要 因为两支球队在不同分组 所以只要未来战绩相同 那么彼得慧是对西区其他球队的战绩 现阶段换队的26胜20败 也比勇士队的25胜21败来得出色 所以今天输球对勇士队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打击 毕竟是因为自己的失误而输球的 真的怪不了别人 好以上是勇士队的部分 至于换队的部分除了拿下胜利之外 日前受伤的Edwards在这样比赛中也回到场上了 对现阶段对幻想队来说 除了努力争取更好的战绩之外 球队要花多少的时间进行磨合 也会是本季可以走多远的关键 当场比赛的TIP中风Reed 从本登上贡献23分 其中包括三颗三分球 实际上本季他对勇士队都打得还算不错 前两场比赛分别是攻下30跟24分 其中2月2号这次的自投自抢再加上贯的画面 相信也让球迷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其实是一名很百搭的中锋 接着来关心狐人队 今天的对手是公牛 这场比赛的LeBron James回到场上了 而且这场比赛还是从板凳出发 这也是他生涯的第二次打TIP 上次打TIP是2007年的事 那个时候他还在了骑士队 今天这场比赛对狐人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只要可以拿下胜利 那么狐人要撞进西区前六的机会会更大 不过中场狐人队是108比118 输给了公牛队 因此狐人队的胜率再次跌破5成 这里我们先聊公牛队的部分 就要攻下32分的LeBron James在今天是杀红眼 狐人派谁来守都守不住 第四节中段 狐人队落后对手是3分 方面上这个回合狐人队是防守失误 场上是5个守4个 而LeBron James在篮下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下 轻松灌进2分 另外第四节末段 DDR性包夹之后来并投进了一颗3分球 实际上比赛在这里也就结束了 公牛目前战绩为36胜38败 但排在东区第10名 不过已经领先第11名的六马队3.5场 所以现阶段看起来公牛队应该是确定可以打进附加赛 现在的差别在于排名可不可以再往前 所以球季中公牛队签下Patrick Beverly这个操作 目前看起来非常成功 恭喜公牛队的球迷 来到Patrick Beverly 今天单打吃掉LeBron James之后 也用动作稍微呛了LeBron James一下 这个是OK的 毕竟狐人在球季中是把他交易走的球队 接着来聊狐人 之前我们在聊AR合约的影片中有提 狐人在没有LeBron James的情况下 场上打法相对简单 基本上就是让后卑跟AD进行挡拆 另外如果Beasley是准的 那么场上也会设计一些战术让他跑步球 今天这样比在Beasley攻下18分 而在打法相对简单 再加上狐人的战绩回到五成胜率的情况下 某些朋友心中可能就会有一个小小的问号 那就是狐人对没有LeBron James会不会比较好 我必须很诚实的说不会 不可否认的是在没有LeBron James的情况下 狐人后场全员会有更多发挥的空间 这次AR在3月份 场均得分可以来到17分的主要原因 可是目前是例行赛 强度跟季后赛不同 一旦到了季后赛 这几名后卫可不可以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还是一个未知数 更别提没有人可以确定AD可以保持健康对吧 所以如果场上有LeBron James 那么在关键时刻 至少球队会有一名可以信任的球员 一点更重要 如果AD人不太舒服 那么前场至少还有一位核心球员在 所以我根本不认为 胡人队没有LeBron James会比较好 现在观察的是 LeBron James的打法会不会稍微进行调整 毕竟在他受伤的这段期间 球队战技跟其他球员的表现其实也都还不错 所以他其实可以更信赖队友 简单的说在比赛的前半段 会让AR以及D&J Russell发挥 然后在第四季以及关键时刻 他自己再成为球队的主要持球者 这样对LBron James而言才可以打得更轻松 另一点更重要 其他球员友好的表现 这也代表着胡人的团队战力将会更平均 胡人输掉竞技章的比赛之后 跟雷霆队以及提伍队都是3-7胜 好消息是本季胡人队提伍以及雷霆队都有着对战优势 甚至对勇士队也有 不过坏消息是胡人队目前排在第七名的 胡人队并没有对战优势 这也代表着4月1号双方的正面对决会是一场关键战役 我自己的看法 这也是LBron James现阶段回到场上的主要原因 因为接下来的克产五连战 将会决定胡人队有没有机会撞进前六名 所以这样的比赛的输球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毕竟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比赛了 最后来看战机表 达文队今天在Bridge全场攻下44分的带领下 打败了魔术队 再加上本季达文队热火队是3胜0败 球队有则对战优势 所以目前让队是排在东区第6热火队第7 至于西区的部分竞争就非常激烈了 第4名的太阳队跟第10名的雷霆队只差2.5场 所以哪支球队可以打进季后赛跟附加赛还难说 不过太阳队的死争可以已经准备回到场上了 所以太阳队应该有机会维持在西区前6名 另外球名要注意的是醍醐队 甚至球队在最近收下4连胜 跟重要的是胖虎也准备回到场上了 所以醍醐队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球队 好 以上就是这一节内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会喜欢 今天的影片就出啰 希望大家喜欢跟分享这部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给个试试鼓勵 更重要的是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就这样子啰 我是嘉宁 我们再次见 拜拜哟 开启小铅 开启小铅 你们快点上下 再 Hajdi 软后 进一步 ró이� crisis 人手